夏天嚴嚴,很多人都會選擇留在室內享受冷氣 但對於住在天台鐵皮屋和劏房的基層人士來說 冷氣是奢侈品 夏天留在家裡,比在街頭更熱 她說很熱,她說熱都頂不住 她就這樣跟我說 小孩子和你自己 我自己也很熱 自己也很熱 好像現在日休息、中午時很熱 曬太陽時很熱 因為曬到這裡 上面是鐵皮的,鐵皮會焗下來 熱到不想住在這房子,很熱,太不舒服 李先生住在葵聰劏房 室運接近攝氏30度 她收入不穩定 沒有關外基金的津貼,又拿不到低瓶 為了省錢,夏天就唯有去公園洗澡 我們說的是夏天的能源津貼 夏天的時候也有一番 無論政府可能可以以關外基金的形式 出一些水電費津貼給街坊 或者我們說中電電力公司 都可以出一些類似的水電費津貼計劃 給街坊申請 就算是短暫、短期內可以舒緩水電費的壓力 關外基金表示 曾經有討論過夏季能源津貼 但有委員關注 津貼有機會會刺激業主提高能源收費 所以各自計劃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